蓝色小货车搭配背景的铁皮屋 典型的台湾山区景象 但仔细一看 货车后抖上的乘客是一群白人男性 同车前排还有台湾小朋友 这是美军突击兵来台协训教官 休假时到台湾山区游玩 顺道搭乘在地民众的便车下山 美军来台频率逐渐拉高 规模也越来越大 训练的话 它的强度跟深度广度 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经验累积 逐次的增加 所以无可厚非一定会到外面来 那如果这些空间跟民众 不管是生活休憩 或是一些它会出现的话 那民众就会说 怎么以前没看到的 现在都看到了 这些如果事实让民众知道 在没有泄密 没有其他安全考量之前 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乐观其成的 以这次来台的美军突击兵为例 这是美国陆军的精锐单位 是全球著名的青装步兵 常年传授国军实战化的战术经验 前特战指挥官郭立生少将 也曾赴美通过突击训 他认为这些年来 美军的协助成效相当显著 他们把一些作战经验 把一些新的观念 甚至于过去 我们在这方面不足的地方 把我们补强了 那这对我们来讲 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举个例子 曾经我们曾经到 和欢山高寒地训练 那他们就提供我们一个经验 就是他们在阿富汗作战的时候 突然六七千公尺 五六千公尺上面 高海拔发现 有塔利班 有我们这个反抗军了 直升机坐上去 马上要作战 哪有时间要能去适应 高山症问题 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哪些药物 你可以先吃 那可以避免到高山症 果真 那你就消除很多高山症 危险的因子 这就是 他给我们的一些正向 台美军事合作有五大范畴 分别是专家交流 是双方同等专长 对等互访 机动辅训 由美军教官来台授课 以及互动协训 由美军小部队来台实作 联合演训 是我方派员赴美 利用对方场地设施进行演训 最后是随队观摩 我方安插人员 进入美军建制部队见习 这些合作模式 近年来强度大幅提升 台美军事交流 从过去的秘而不宣 现在越来越台面化 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美方更加重视台海议题 想要凸显 台美双方紧密的准军事同盟关系 但另一个层面 恐怕也会加深世界 对台海情势危险的印象 担忧会造成战争的自我实现 曾预测中共将在2027犯台的 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 日前率团访台 并拜会我国官方智库 国防安全研究院 经历了乌俄战争 中共二十大定于一尊 他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评估 仍然没变 现在外界的评估大概都是以能力为主 就是目前中共有没有能力来打败美国跟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战略环境跟时机的问题 那过去中共一直强调要武力犯台 所以这样的声音是非常高的 撇除犯台的动机与时机 像戴维森这样的高阶将领 不断预测中共武力犯台时间点 代表的是美军对中共纯军事实力的忧心 而美国去年至少有37名议员访台 是10年来最多 其他包含德国 比利时 英国 波兰 等主流欧洲国家 也纷纷来台表达支持 全球民主与独裁两大阵营的对垒 越来越鲜明 之前乌克兰的例子是西方国家 比方说美国 已经开始指明说俄国可能会 可能会发动入侵 这其实是一种指明 然后尝试用这种方式去嚇阻 的一种 这个思考 那无论如何 各国关注在台湾的时候 反而在我看起来 会让台湾这里 比较不那么容易发生立即性的危险 中共自然也会再重新计算说 它相对应的国外的介入 或者是一些情况的可能性 台海冲突情势受到国际关注 台湾也借机拉拢价值相近的民主同盟 危机与转机 只在一线之间 TPBS新闻杨清波顾尚军 台北报导 请支持TP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